这是最后一场游戏 游戏开始前 红一人先拿出丰盛的晚宴来款待他们 吃完之后 每人的桌子上都留下一把刀子 几人相互对视过后 心里已经明白了用途 休息时间 卷毛也发现了大美受了伤 虚弱的连说话都已经困难 卷毛赶紧叫人来救救大美 此时灯光亮起 大门打开 卷毛以为是来救援的 当他看到台来的盒子顿时傻眼了 再看向大美的床边 却站着小帅 人面兽心的小帅 终结掉了受伤的大美 接下来 两人当中来决出冠军 他们来到第六关 鱿鱼游戏 而观看台上 站的都是神秘大亨 游戏也是专门为这些人设计的 第六关的游戏规则 由攻击者进入鱿鱼图案中 突破防守者 站在鱿鱼图案的头部 极为获胜 反之 防守者把攻击者推到线外 极为获胜 这对昔日的发小 限定为了冠军 拿到高额奖金 决定刀锋相对 闭住小帅的眼睛 没错 游戏里可以使用任何暴力 直到赢得冠军 此时天空也下起了雨 观看台上 神秘人也不忘引赢杜甫的一首诗 好语之时节 嗯 嗯 这似乎很浪漫 什么意思 好梦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杜甫 两人先是刀锋相对 最后又换成拳打脚踢 这时小帅 用力的想要把卷毛推出圈外 卷毛早晨时机 一记投机撞向小帅 最后把小帅打翻在地 然后一刀斥了下去 然而这刀却插在了小帅的耳边 卷毛还是念及旧情 饶了小帅一命 就在人们觉得游戏结束的时候 卷毛却放弃了比赛 放弃比赛 也就意味着近债子舍的四百多亿 也不负存战 卷毛向小帅伸出了有一只手 而小帅不想出击后 再过着躲在逃生的生活 自己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最终的冠军 就是男主卷毛 到卷毛出来后 一直都没有从游戏里走出来 这时 一个卖花的老人找到卷毛 请求买一束花 卷毛见老人可怜 就买了一束 这时卷毛发现 花上有一个卡片 打开一看 正是自己参加游戏时 留给自己的名片 卷毛根据提示 来到一座大楼 当他走近一看 卷毛却惊呆了 正是那位老人 001号玩家 卷毛问老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只让自己活了下来 老人说 他是用钱滚钱的人 唯独让卷毛活下来 是因为跟卷毛一起游戏 让他感觉到很开心 原来老人才是最后的大boss 老人说 身无分文和家财万贯的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人生变得毫无乐趣 因此就出现了一些 有地位和金钱的人 来发明这种游戏 只为增添乐趣 故事的最后 男主决定从头开始 染了一个红头发 然后找到大美的弟弟 安排在了小帅的母亲家里 并且留给了他们 能够度过一生的钱 男主也决定 去国外找自己的女儿 在机场 他竟然又发现了那种游戏 他抢过参与者的名片 拨通了过去 这一刻 他决定不再让对方逍遥法外 即使历史单薄 也要做出反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尾一个第二部 做了很好的铺垫 接下来 迎接男主的 又是怎样的游戏挑战呢 就让我们一起 期待第二部 好的我是老表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